我叫李小乐 今年二十五岁 我是家中的独生女 爸妈都是事业单位的 从小到大 奶奶家 外婆家 两家人都围着我转 只要我的要求不过分 一般都会被满足 从小我就知道自己长得漂亮 学校亦有演出 我不是领舞就是领唱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初中 因为高中课程太紧张 活动大大的减少了 但还是经常会在课桌里 发现男生写的小纸条 对这些小儿科班追女生的伎俩 我早已经习惯 已经不会对我的学习产生任何影响 高考结束后 我考上了本省的一所好大学 读的新闻专业 新闻系的帅哥敬妹是全校最多的 我身边不乏追求者 可我对他们毫无兴趣 可真应了那句话 太容易得到的不会被珍惜 大三那年 我竟选上了校学生会的会长 那天我去大礼堂去检查一个活动的准备工作 正好碰巧是个音语天 走进礼堂时 不知会场的同学还没来 在座位上等他们时隐约听到一阵歌声 没有音乐的伴奏 只有轻唱 是我爱听的十年 一扬顿挫的歌声充满了深情与不舍 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 寻着声音的方向 我来到了舞台旁边放音响设备的小屋 里面有个穿干净白色衬衣 浅咖色休闲裤的男生正蹲在一堆音箱旁接线头 边干活边唱歌 陈奕迅的十年正是从他嘴里唱出来的 啪啪啪我不禁为他的歌声鼓掌 太好听了 我看着他说 我是被你的歌声吸引来的 我我 见笑了 他红着脸说 只有我一个人 唱着玩的 很好听 我特别爱听的一首歌 曾单曲循环播放多次 是吗 我也特别喜欢这首歌 他高兴地说 而且不紧张了 你是活动筹备小组的吗 我怎么没见过你 我确实没有印象 我不是新闻系的 我是计算机系的 你们小组负责音响的同学让我过来帮他接个线 我 是这样啊 十分感谢 原先听别的同学说过 李唐的音响老是有杂音 不好调 看是来给我们帮忙的 我必须要搞好关系 不是大毛病 有些线松了 都是小儿科 一会儿就搞定 他边说边继续干手里的活 我则在礼堂里转着看看有没有疏漏的地方 后来筹备小组的同学陆陆续续的来了 白衬衣男生把音响调试好了 他离开的时候和我打了招呼 我才发现他的身高至少一米八以上 高高大大的很帅气 没多久 学校举行篮球比赛 第一场便是新闻系和计算机系的比赛 有幸 我又见到了白衬衣男生 不过他是作为计算机系的主力队员上场的 一个三分球引得满场喝彩 就连我这个只看热闹的外行 都被他帅帅的投篮迷住了 中场休息时 他看见了我 拿了一瓶水边喝边向我走来 你好 上次走得匆忙 忘了问你的名字了 我叫科研 说完 向我伸出右手 我落落大方的伸手和他握了一下 那么大的手 温热而有力 李小乐 很高兴你还记得我 感谢你上次的帮助 有时间请你吃饭表达谢意 我发出诚挚的邀请 我和科研因一手十年相识 我的初恋由此开始 原来听室友们说和男朋友之间 得喜怒哀乐时 我经常嗤之以鼻 嘲笑他们 至于嘛 谈个恋爱整得死去活来的 就像悲情女主角似的 可当自己全身心融入到一段感情时 真的是心不由己 她的喜怒哀乐 她的一贫一笑 她的一言一语 甚至于她的一个皱眉 都会让我胡思乱想 科研高大帅气 阳光有活力 尤其是在球场上 是众多女生心中的理想男友 自从和她相恋后 我经常接到一些莫名其妙 让我分手的电话 我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在我的四周 告诉我 你一定要珍惜她 不要让别的女生抢走 给她买早餐 洗衣服 陪她打球 除了上课时间 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一起 那是临近毕业时的一天 我说 科研 你毕业后留在这边吧 我让我爸找人 给你安排个好的工作 科研说 我爸妈让我出国 我申请的国外大学 已经通过了 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这些 我突然有种被遗弃的失落感 以前我一直不确定 我也没想到会通过 科研很抱歉地说 我们的关系 就在那个毕业季戛然而止 科研出国之前 给我提出了分手 她说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她仍在国外 有好多不确定因素 希望我不要等她 失魂落魄地 我在家休整了一个月后 被爸妈安排进了一家上市公司 可能是被科研伤得太厉害 可能还对她有些念念不忘 我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工作上 以此逃避自己的内心 疯狂的工作使我很快 就可以独当一面 领导好几次 在公司大会上表扬了我 工作上的成就 慢慢抹去了 我心中的那个影子 爸妈为了我能尽快 从伤痛中走出来 不断地给我安排相亲 面对一个个优质男 我却提不起任何兴趣 好像对男人有了免疫 直到公司组建的一次团建活动 质量管理部的肖阳 闯进了我的生活 从我入职开始 在茶水间听到最多的名字 就是肖阳 人帅 性格好 工作踏实 能力强 赚钱多 主要是未婚 从没传出过负面的消息 我一直沉浸在疯狂的工作中 从没关注过公司的这些八卦 在这次团建中 有一个两人的项目 是随机抽取两个人一组 巧的是 我和肖阳抽在了一组 引来公司其他女同事 艳羡的目光 肖阳果然人如传闻中的一样 温和又帅气 恍惚中我仿佛感觉 科研在身边 在我一愣神的空 没看清脚下的石块 差点摔倒 幸亏被肖阳扶住了 但我还是被吓出一头的汗 肖阳从口袋中掏出一叶手帕纸递给我 小乐 小心点 重在参与 名次无所谓 嗡嗡听了肖阳的话 我不禁为刚才的感觉脸红了 你脸这么红 会不会是太热 要不我们停下去那边休息一下 他指了下路边的那棵大树 树下有很大一片阴凉的 好啊 去休息一下吧 为缓解我的尴尬 我同意了他的建议 我们坐在树下聊起了天 从公司业务聊到部门 又聊到行业前景 反正就是越聊越投机 越聊越发现原来我们有那么多的共同之处 团建回来上班后 我们曾约过几次饭 都是部门间的工作交流 我却能在每次和肖阳不经意的眼神碰撞后 感到一丝丝甜意 渐渐地 工作之余 我看到肖阳给我的留言会玩耳一笑 即使有些是工作消息 我也会不厌其烦地看上好几遍 边看边揣摩他编辑信息时的神情 自己在慢慢回味 就在我发觉自己可能是喜欢上了肖阳时 肖阳竟然给我表白了 小乐 请原谅我的冒昧 有些话我憋了很久 今天一定要说给你听 那天团建回来后 我就被你深深地吸引了 你是那么的优秀 和你在一起 让我有了从未有过的感觉 看到你我就心慌意乱 心蓬蓬跳得厉害 想看你却又怕你发现 满脑子都是你的样子 无论是工作还是在家 我开始渴望每天都上班 这样我就能每天都看到你了 说了这么多 你不要笑话我 我想 我喜欢上你了 我不知道 你对我有没有感觉 午休时 我会在天台等待你对我感情的宣判 如果你答应做我女朋友 请到天台来见我 如果我还没有做你男朋友的资格 就让我自己在天台上好好反思一下吧 看着手机里肖阳发来的信息 我感到自己又活过来了 一上午 我不停地看时间 看起资料来也是心不在焉 我能想象到肖阳比我更觉着时间难熬 她的心已经在天台等我了吧 午休时间到 我们分别乘两部电梯 几乎同时到达了天台 走出电梯 看到我的一刹那 这个向来以稳重著称的男人 一把把我拉进怀里 我被他有力地臂膀 勒得喘不过气来 松开我时 我看到了他眼里闪烁的泪光 小乐 不知怎么 发完信息后 我就一直感觉你会来见我的 肖阳激动地说 是的 我会来 因为我也喜欢你 面对让我重新燃起 爱情小火花的肖阳 直接说出我的感受 是对他最好的回答 很快 我带肖阳见了爸妈 爸爸也通过熟人 对肖阳进公司以来的表现 做了了解 最后爸妈一致认可了肖阳 他们为我终于从前一段感情中 完全走出来而高兴 我们的婚事很快被爸妈提上日程 他们让肖阳尽快安排一下 和他父母的见面 可是催了好几次 都被肖阳以各种事由拒绝了 为了我的婚事 爸妈专门找人挑了好日子 眼看时间越来越近 双方家长却连面还没有见一次 在我又一次催肖阳的时候 他给我说 小乐 我不知道该怎样 给你提起我的爸妈 我很爱他们 可是我也离不开你 这么多年来 爸妈的事情 始终是我说不出口的秘密 我害怕当你知道 真实的情况后会离开我 肖阳的声音有些哽咽 肖阳 既然我决定和你在一起 我就要接受关于你的一切 无论发生什么 我们都要一起去面对 所以请你相信我 我语气诚恳地说 我爸妈都是残疾人 从我懂事起 他们就已经残疾了 我受够了被人歧视的眼光 所以一直以来 我也不敢给你和叔叔阿姨 提起我家的事情 小乐 我不想失去你 仿佛一层层揭开已经结痂的伤疤 肖阳边说边低声哽咽 我的心更疼了 安慰了肖阳 给他要了老家地址 向公司请了假 和爸妈大概说了下情况 我决定亲自去肖阳家一趟 驱车五百多公里 到了村里 多方打听 我终于到了肖阳家 车停在一个破落的小院子前 轻轻推开虚掩的院门 一个看起来快七十岁的老人 背对着我 一只手拿着把扫帚 再慢慢地扫院子 他另一只袖筒是空的 我走进去 连喊了好几声阿姨 阿姨 阿姨可他一直没有理我 走过去 我轻轻拍了下他的肩膀 把他吓了一跳 对着我一一压压的比划起来 我看不懂他什么意思 正着急时 一个瘸着腿的老人从屋里出来 身上穿着满是污渍的衣服 姑娘 你找谁 他又聋又哑地听不见你说话 看着眼前说话的老人 我说大爷 这是肖杨家吗 肖杨 对 是 是 你是 说话的这位应该是肖杨的爸爸了 大爷 我是肖杨的女朋友 我笑着说 女朋友 杨杨有女朋友了 肖杨爸爸边说边给肖杨妈妈笔话 肖杨妈妈看完手势后 扔了扫帚 先是摸摸我的手 接着就像想起了什么似的 赶快往后退了几步 对肖杨爸爸 一一压压地笔画起来 肖杨爸爸说 姑娘 我是肖杨爸爸 这是他妈妈 说着指了指还在笔画的阿姨 我家这情况你也看见了 放心 我们不会拖累肖杨的 你们在城里过你们的日子 我们两个绝不去打扰 以后有了孩子 就说奶奶爷爷都不在了 只要你们过得好就行 肖杨是个好孩子 都怪我们两口拖累了他 肖杨爸爸边说边用袖口擦眼泪 我真的没想到 现实情况比肖杨说的还要惨烈 我竟然不知说什么好了 心里又酸又疼 眼里满是泪水 多么善良的老人 为了儿子 即使舍出生命 他们也心甘情愿 绕过肖杨爸爸 我走进低矮的泥土房子 一张床 上面凌乱摊着两床被褥 一张方桌 上面有碗有锅 还有一小碗不知吃了几顿的咸菜 桌边两个低矮的小板凳 有一只腿歪得不成样子 两面墙上贴满了大红色的奖状 上面全是肖杨的名字 我边看边感受着肖杨的心情 是啊 残疾没有劳动能力的父母 一贫如洗的家庭 他怎么能相信我在知道这些后 会不会离开呢 正当我一张张地看着奖状时 一个身影跑进来 是肖杨 小乐 看见我满是泪水的脸 他说 小乐 即使我们分手我也不会怪你 以前的好几个女朋友来我家后 都后悔了 肖杨 不是说以后不让你再回来吗 你还把家里的地址告诉人家姑娘 你想打一辈子关棍吗 肖杨爸爸瘸着腿走过来 爸 原谅我以前不懂事 好几年没回家 一定伤了你和妈的心 你为什么这么晚才告诉我 肖杨一边哭一边对着爸爸说 我怎么听着有些迷糊呢 没听懂啥意思 只能站在一边静静地瞧着 杨杨 本来想瞒你一辈子的 可对你太不公平 我们还是决定告诉你了 你看能不能找到亲生父母 我们这样拖累着你 连个媳妇都找不上 肖杨爸爸说着话 又擦了擦眼睛 对着我说 姑娘 肖杨是个好孩子 孝顺孩子 你只要和肖杨好 我们两个一定离你们远远的 这是肖杨工作后 每月给我们寄的钱 肖杨爸爸从最贴上口袋 里拿出一个存折 我俩一分钱都没动 这钱给你拿着当彩礼 说着把存折塞到我手里 我打开还带着肖杨爸爸 体温的存折 果然只有存尽 没有取出 存尽金额从每月的三千 三千五百 四千 后来直接递增至五千 应该是随着肖杨的工资提高 存尽的金额也越来越多 看着上面三十万的余额 这份千金重的父子 母子情 让我的眼泪已不受控制地流出来 把存折轻轻放回到肖杨爸爸的手里 大爷 这钱我不能收 这是肖杨对父母的一片孝心 是孝敬您和阿姨的 您拿好 我看着肖杨 对不起 是我小心眼了 非要来自己看看 现在我看到了 在这样的环境里 两位老人能把你培养成才 我除了感动和尊敬 已经不知道说什么了 小乐 我的家庭情况就是这样 而且刚才你也听到了 我不是爸妈亲生的 是他们捡来的 亲生父母是谁都不知道 我用手捂住了肖杨的嘴 别说了 相比生育之恩来说 养育之恩更让我敬佩 两位老人就是你的亲生父母 也是我未来的公共婆婆 说完这些我羞涩地地下了头 什么 小乐 你再说一遍小乐 肖杨不相信地让我再重复一遍 爸 妈 你们听见了吗 小乐喊你们公共婆婆 他答应嫁给我了 肖杨边说边给妈妈比划着 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肖杨爸爸高兴地笑出了眼泪 这次他没有擦掉 就让幸福的泪水在脸上 自意流下来 我拿出手机给妈妈打电话 妈 我已经到肖杨家了 也见到了肖杨的爸妈 他们的善良和伟大 感动了我 我准备和肖杨一起接他们回家 你们很快就能见面了 但是需要麻烦你一件事情 我兴奋地一口气把话说完 妈妈一句都插不上 这孩子 你就不能喘口气再说 我都替你憋得慌 有什么事情还给你亲妈客气 说吧 想干啥 妈妈的语气很轻快 是受到我的情绪感染了吧 妈 您找个保洁 把咱家老房子清扫一下 我准备让公共婆婆住在那里 然后这几天 再物色个好的住家保姆 照顾他们 我说 行 没问题 你们来时 什么都不用带 给你公婆都用心的 我妈真好 公婆和肖杨看着我排着一切 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闺女 我们不去 你不嫌弃我们肖杨 我们都不知咋感激你了 可不能再给亲家添麻烦去了 我们在家挺好 有低宝 还有周边 四邻的照顾 不用你们担心 肖杨爸爸忙推辞 小乐 不用麻烦阿姨 我给爸妈租房住就行 现在我已经很满足了 不敢再奢求太多 肖杨感激地望着我 大爷 阿姨 你们把肖杨养这么大 还教育得这么优秀 肖杨应该好好孝敬你们 我是她媳妇 你们的儿媳 以后就和她一起孝敬你们 这就跟我去城里享福 我边说边扶着婆婆往外走 让肖杨扶着她爸爸 小乐 我爱你 肖杨止不住的幸福大声喊 是的 肖杨 我也爱你 是你们一家让我知道了 生产品间 一样可以喊门出柜子 这样的老人 值得我尊敬和付出 我相信 我们一家一定很幸福 以后有了小小肖杨 我要告诉她爷爷奶奶的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